桌球天台少年林云如同牌赛队上德国名将 比赛过程争得难分难解 最后虽败游荣 但他的高超球技 筹文表现吸引全球目光 即便未能替我国夺下同牌 但仍追凭奥运桌球男子单打史上的最佳成绩 也为自己挣出一片天地 因为他目前一场冬奥打下来 累积奖金突破千万元 闲时7月底赛成林云如以正一镜混打拿下同牌 招筹男子单打则是第四名 国光奖金分别有500万和300万 国家级奖金进账800万 另外林云如户籍设在台北市 因此北市加发会按国光奖金的5% 再分别加发25万和15万元 另外还有可以领两年每月分发的训练补助金 总额128.8万元 最后因为他是合户7月求决 合作金户周六喊出将提供技工奖励 升值和奥运奖金能加薪约30万 营养费再加码每月5万 可以拿两年等于120万 总额约150万元 等于林云如目前累计奖金总额1078.8万元 强度训练上能够专心的训练 然后他可能也不用去做另外的 比如说打工或是其他的工作 那就是以这样的费用来让他去做一个维持训练 不过林云如比赛和还没比完 8月1号将有捉球男子双打团体赛 如果再挺进8强甚至4强或夺牌 累计奖金更是可观 年近19岁的他从小练球 付出了心血和金钱 如今透过精湛球技也让国人豫有荣烟 TVBS远春春红复爬流听听台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